一个崔金哲 一个金永俊 一个安哲贺 对 安哲贺 这场比赛三个人在中场和前场 将会是香港队一个重大一个压力 比赛进行完前面是七分钟手放成人士 0比0的平手这边别还都有机会 被扫出了场外 香港队的灼灼 香港在中场这边防守还是相当的严密 尤其在中场中间这个区域 7号陈兆琪争球的时候 把北韩队的选手给一把拉搂在地 两个人身材差不多 都是将近180公分的身高 把这边在边线征求 球回到了北韩队的脚下 可以看得出来北韩队的球风啊 他有一定的水准 所以他也不急着进攻 在边线和中场慢慢的跟你磨 香港队想要赢球的话 可能必须要先耐得住性子 以这两个队的身材来看 还是北韩来的优势一些 北韩明显高一点 而且北韩的门将只有188公分 方向可以看到20号 皮肤相当有黑的 这位就是香港队的 佐佐 他站在一群亚洲人当中 显得特别的明显 对 张建然刚才特别提到了 北韩的球工就是一个票汉 对对 任何你想要拿球的机会 他用身体用头 因为北韩这个球队的很多 北韩球员 在十几年前他们就 被挖角到大陆打 还不是职业联赛还没有开始 之前的假A的球队 因为他们觉得 北韩的球队好用又便宜 所以在还没有挂这些之前 北韩的球队就很多到 到中国大陆去打 尤其在辽宁 沈阳这附近的球队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这个 球风很好 而且最主要 这些球员认真 认真练球都绝不迟到 东北几支球队都特别喜欢 用北韩的选手 偏移好用 对好用 又没有一般球员的坏习惯 练球总是不会迟到的 不会有什么坏习惯 不会有什么花车的动作 相当的稳健 一球一球来 哇这球有点危险 左左的脚特别长 香港队重新把球找回来 准备要发动另一波的攻势 大半场的比赛 在中段几乎都是被 北韩队给压着打 但是香港队空置的节奏还是算不错的 他不需要这么快 你看他空置的节奏比较慢一点 像空置好的话节奏 空置好的话 他第一个 不浪费体力 因为跑动速度来讲的话不可能赢北韩 除非踢的比他稳 大脚关又是扫出了场外 北韩队绝对不会让你有任何机会 传统的韩式泡菜球风 在这一场比赛 观众朋友们可以来特别的欣赏一下 传统韩式的球风 但是北韩又特别怕南韩 很难赢南韩 但是日本呢 日本也怕这个北韩 日本又怕北韩 日本因为 因为这个北韩的球风比较凶 那日本的球风是比较 有点像巴西式的改良 所以不会太凶 不要用技术战术 那日本就是怕 怕北韩 而南韩呢 却不怕他们北韩 就像日本这几年 他们的职业足球 在加入了许多外国选手之后呢 选手们踢球一些观念 一些习惯都已经 比较 跟过去比较不一样 不一样 而且不只是球员 最主要是教练 也很多外国的教练 也加入了很多外国的训练的方式 还有战术 比较队这边硬拗了 拗了好几次 终于又拗到一次的脚球机会 球风非常的扎实 一次一次跟你磨 如果没有办法 这一球大脚掉中 还是在 比较队的脚下 哇 自己跌倒 增强球相当的拼命 但是脚下一滑 一次脚球机会就这样葬送掉了 这场比赛进行完前面的23分钟 双方仍然是0比0的平手 北韩对上香港队的比赛 穿蓝白色球衣的是香港队 穿红色球衣的是北韩队 在南台湾高雄的龙腾体育场 国家体育场里面进行 首次的国际性的脚球赛 我们在周末的比赛当中 尤其是中华对上香港队的比赛 现场挤进了将近上万名的观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香港队呢 它还是采用大概42的打法 传统的42 42的打法 前锋两个 双箭头 成造极 哇这球机会相当的好 对对对 不过很明显韩国队的后卫 身材上面又占了优势 但是有被踢到 慢动作再看一次 从缝隙当中传出去 在门前进去 里面三个是人养马犯 这下可能要被抬出场外休息 要一个脚球 而且还有一次脚球的机会 我们香港队呢 最好是利用这些定位球 脚球啊自由球 争取这个进球的机会 在正式以及攻击的方法上面是自己可以操控的 用身体来挡住了这一球 韩式的球风 我们这边香港还有一次脚球机会 走进来头垂的机会 往整个倒在地上 再一次还是出了场外可惜 这两个机会刚刚一个 一个色伦跟这一次的机会 两个机会都都非常好 可惜没有把握没办法把握住香港队 18号的郭建邦也是香港队的另外一支箭头 和陈兆齐两个人搭配了天衣无缝这场比赛 想要进球也是得看这两个人的表现 北韩队化解一次被进球的危机 香港队这边则是浪费了一次 有可能破网的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北韩队的 他所排出来的阵子大概是三五二 也就是三个后卫五个动场 两个前锋 以后防的强度来讲 实际上北韩比较